一年狂赚三个亿 一个人养活赵家班 小沈阳巅峰时有多红 连师傅赵本山都害怕和他同台演出 小沈阳你比方说要有正常演出 我在他前面 他后边能压住我 我要压他呢 他是属于观众给我们样的 小沈阳一夜成名 所有人都以为全靠赵本山的提携 可小沈阳却一直深深感谢一个人 刀狼 无论是早期在民间四处走学卖艺 还是加入赵家班后登上大舞台 演唱刀狼的歌曲 一直是小沈阳的杀手锏 2009年 首登春晚表演小品不差钱 除了让人记忆深刻的段子和金句 小沈阳一嗓子模仿出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是后来的更软一些 刀狼在看到小沈阳的演唱表现后 非常欣赏 我之前也跟他说过 我说其实演小品那可惜了 他真的应该是去唱歌 刀狼的歌曲 狂甩汪峰八条街 不仅没蹭热度 更没有索要版权费 禁止演唱的小心眼操作 这在很大程度上 帮助了小沈阳的事业发展 2009年1月 小沈阳趁热打铁 带着节目《超级大明星》 登陆北京春晚 在大型演出中第一次脱离师傅 他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 全程18分钟 实力掌控 全场气氛热烈而沸腾 没出现过一分钟冷场 一开场就是一段 抢劫脱口秀 手脚并用 眉飞色舞 还没讲完 观众就乐了起来 接下来又到了 才艺展示的环节 借着要模仿刘德华的机会 一直和周围观众频频互动 丝毫没有架子 迅速拉近台上台下的距离 随着造型独特的保镖出场 萧沈阳的节目铺垫也已完成 哪来的啊 是后院烧锅炉的吧 上来的 这哪还直高的呢 兄弟 你瞅我呢 你瞅我啊 果然 萧沈阳的高潮部分 还得是刀狼 这场堪称完美的演出 不仅让赵本山完全认可了他的实力 也让小沈阳的声势又上一个台阶 从那以后 小沈阳的火爆程度 甚至到了赵本山不敢用他的地步 比方说剧场 我现在用他剧场演出 我自己舞台的演出 我就不太敢用他 因为用他就怕赖上他 因为邀约太多 小沈阳的年收入高得吓人 赵本山所在的公司提高了抽成 这一度引起双方很多争执和节奏 而这也让小沈阳起了独立发展的心思 可小沈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系列骚操作 让他红的多快 凉的就有多快 你绝对想不到 走红前的小沈阳有多惨 穿女装 涂口红 像小丑一样任人侮辱 甚至一夜被逼喝下30瓶酒 这是2004年 他在街头的真实表演录像 穿着滑稽的服装爬来爬去 嘴里一刻不停的演唱互动 可即便这样卖力表演 依然后有不买张的观众使劲刁难 为了保护爱人兼搭档的沈春阳不被欺负 小沈阳总是冲在前面 抢着应现那些侮辱人的要求 最多的时候 他们一天跑八场演出 累到虚脱 饭店 超市 大排档 乡村婚礼 无论什么环境 只要给钱 小沈阳就去 但这也只能勉强胡口 因为大部分酬劳要被抽走 此时艰难谋生的他不会想到 仅仅五年后 小沈阳这个名字将火遍全中国 很少有人了解 小沈阳的真名叫沈鹤 小沈阳这个艺名是为了配合妻子沈春阳而改的 1981年 小沈阳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 家庭异常贫困 小学刚上完就送进武术学校 想学点本事 方便以后讨口饭吃 可很快因为交不起学费 无奈退学 只能跟着母亲到处唱二人传 2000年 小沈阳有幸到了吉林林月艺术团表演 也是在此期间和沈春阳做了搭档 然后发展成恋人 一次婚礼演出后 小沈阳深受触动 转头却将所有积蓄交到沈春阳手中 在那个朴实的年代 这相当于是在求婚 两人很快步入婚礼殿堂 对于这个共患难的妻子 小沈阳始终如一 一出名就将其一块带上舞台 从来没传出过什么绯闻 直到如今18年过去 依然非常恩爱 感情上 小沈阳顺风顺水 平平淡淡 但事业上 那可真是大起大落 猝不及防 2006年 小沈阳迎来人生转机 赵本山看到小沈阳的表演 觉得他控场能力强 会抖包风 是个可塑制裁 便让他败入师门 加入赵家班后 小沈阳获得的资源和提携 有目共睹 频频被带上各种晚会节目 2008年 赵本山更是量身为他设计小品 我要当明星 希望助力小沈阳登上春晚 不料没通过审查 但紧接着就迎来2009年的不差钱 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 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 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 就在登台表演时 赵本山一再嘱咐徒弟 今晚过后 一切会变得不一样 所有人都会围着你转 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心态 那时的小沈阳还没有清醒认识到 在春晚爆红意味着什么 等到他反应过来 却早已迷失在名利场中 追悔莫及 小沈阳人红石又多狂 一声怒吼 下入台下几百位明星嘉宾 当众讲婚段子 让全场气氛窒息 2017年微博之夜颁奖典礼上 轮到小沈阳上台 为电影女儿国座宣传时 由于活动进行时间太长 拍下了无声气 一片寂静 很多人都懒得不长 自顾自玩起了手机 小沈阳很不满现场状态 觉得不受尊重 于是出其不意一声怒吼 随后可能也是意识到 有些失态 讲了个婚段子打圆场 没想到让现场气氛更加尴尬 这一吼在网上引起很大争议 到底是真性情还是耍大牌 是否赵本山忍不住出言相劝 赵本山直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